北極一粒青 金陰露山 黑暗中希望的群羊 你們現在目前的身體狀況都是怎麼樣 Very good 這些問題幾乎就不用再問 那你以後想要為人民付出嗎 已經有人找我在政治圈的這一塊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有人問你要不要當副總統 你問了一個最近爆的消息 也是我內心最不能說的秘密 睽違歌迷朋友一年八個月金曲歌后詹牙文 終於宣布即將在2024年 在北高各開兩場巨蛋演唱會 不過日前才傳出帕金森市政二話 海肚眼睛看不到 讓他決定放棄治療 採用斷食善終法 不讓自己每天勉強服藥過日子 如今還要準備演唱會 身體會不會吃不消呢 那你之前不是提到說已經沒有在吃那個 發金森市 咬這個惡化的症狀會影響到臉上 我覺得我很OK耶 我覺得我現在很OK耶 你現在不會演戰 我控制得很好 而且那你目前的身體狀況到底怎麼樣 Very good 我非常努力 我非常加油 我為我自己感到自豪的就是這一點說 我沒有任何的放棄 你們看到今天的我 你們不覺得你們不用擔心嗎 狀態很好 對 是不是 所以這些問題幾乎就不用再問 你們會發現說其實我真的現在很好 可是因為演唱會必定要唱大概 兩個半到三個小時 對 我不擔心耶 可是你會自己要求說 可是你會一直坐 坐一下 對 坐一下 我可能躺一下都可以 我會很隨性的讓大家看到 很不一樣 在穿歌的導演之下的演唱會 會看到不一樣的詹雅文 我聽你躺著可以唱歌 躺著為什麼不能唱歌 因為有些人躺著沒辦法出力 真的嗎 我不知道 你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還是你就挑戰第一個在小巨大 躺著 從頭躺到尾 從頭躺到尾 這樣子會被人家誤解 會誤解說 我好像體力不行 就會誤解 而近來選舉話題延燒 加上藝人轉正政壇不聲媒舉 媒體也好奇 經常熱心公益的詹雅文 是否有想投入選戰的念頭 從頭到他竟然自爆 不少人找他當部分區地委之外 還曾經被邀請擔任 副總統候選人 那你會想要為人民副區嗎 你有沒有在 你還不能找你 你會參加那個部分區 部分區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 像是將近幾年了 將近快二十年了 已經有人找我在政治圈的這一塊 對我感興趣 這一塊已經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有這樣的訊息 但是我覺得我只想做好 我現在唱歌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他傳遞開來的力量 不小於政治人物 所以你到現在都還是拒絕了嗎 我到現在還是拒絕了 拒絕二十年 我拒絕二十年 二十年來拒絕了幾個 幾次 幾次喔 已經算不出來幾次了 太多了 你有動搖過嗎 沒有 還有人問你要不要當副總統 你問了一個最勁爆的消息 也是我內心最不能說的秘密 你說一點點好了 曾經有來找 不要說好了 好 好 你那時候沒有心動 不是心動 而是我驚訝 很驚嚇 驚嚇 我嚇到 我嚇到 他就一度不回嗎 呃 不能說怎麼拒絕 我只能 只能說 台愛了 台愛了 他看得起我了 他看得起我了 好 好 好